管理跨時代,黃傑歡,袁文俊,陳傑平主持 各位晚安,又來到這個星期日很悠閒的管理跨時代 但我們遇悠閒於專業的,從悠閒中都可以學到管理學的知識 當然繼續有兩位拍檔,Rufia和Rice,兩位好 你好 上星期,我們帶來資深傳媒人章時傑小姐 我作為媽媽,聽到感受很深 她介紹了她的書 《孩子,你是我最幸福的一堂課》 也提到她如何做一個傳承社會責任 這個星期,她帶了一位特別嘉賓上來 傑永不介意 傑永,我覺得今天的嘉賓很特別 因為上次我有機會聽她的分享 我聽完之後,我覺得對我很有啟發 不如這樣吧,我交給你介紹 我們今天的嘉賓是誰 因為你應該對她的有認識 好 就是這本書裡面,六個受訪家庭裡面 其中一個家庭 這位是年輕人,她叫Water,出語行 本集嘉賓,資深傳媒人張兆勇 我認識Water在一個求職的研討會上 她出場介紹自己的公司 就是幫助高學歷的大專生 但也是殘疾人士,求職配對 當時我一直聽Water表演的時候 就覺得這個年輕人很特別 她回到台下,我看到她旁邊有一隻盲犬 我跟她聊天,原來就知道Water是一位視像人士 從出生開始,視力已經有嚴重的問題 她還認識她媽媽,她媽媽跟她聊天 原來發覺Water的成長是受媽媽的影響很深的 Water,不如你講一下你少少成長的點滴 如何影響你後來的工作 好的,我叫Water 其實三歲的時候確診了自己患有時 膜膜細胞退化 其實就比喻地球荒幕化 由眼睛的兩個中間的位置 我兩隻眼睛都是中間沒有視力的 那些細胞會退化會死 然後就不斷會侵蝕旁邊的一些看到東西的地方 其實由三歲開始三成的視力 已經退化到不足一成的視力 但我從小到大 當時我媽媽有做過分享 醫生就告訴我媽媽 就說我除了開飛機之外 什麼都做得到 她就真的順義成真 然後就真的什麼都讓我去試 什麼都讓我去做 所以我一直都在一般的主流學校長大 雖然在過程中 小一和中一都有老師說 你會不會都跟不上 或者會不會考慮我們這間學校都不適合你 但是腹腹腹腹的一路路上去 這個成績又不是最好 但又不是最差的那個 甚至之後在中學慢慢開始選擇 但是媽媽都在我身邊 例如拍不到鬥袋 接不到鬥袋 她立刻就說 立刻做個鬥袋給你 練十次、二十次、一百次 你怎樣都可以 所以我覺得很深刻的地方 就是我媽媽在這個過程中 都是很接納我 亦都帶給我最大的禮物 就是令到她接納我 其實我才能夠接納自己 然後才能夠要求別人 接納我的這個特殊的需要 我聽了覺得很感動 因為我覺得你媽媽 就是一個很不一樣的媽媽 因為我想大部分的媽媽 可能如果我的兒子有些問題 我可能將會藏在家裡 然後就怨天誘日 但是我其實上一次都見過你媽媽 很樂觀、很開心 特別當她說 不是呀 我醫生都說我兒子 除了飛機師之外 什麼都做到 那一輩子我都笑了出來 又真的是真的 除了飛機師之外 其實什麼都可以做得到 所以我想問你 你媽媽對你的影響 令到你對自己的接納 這個其實是否導致到 今天你能夠有理想做的工作 去幫一幫有需要的人 一個很大的動力 是啊 其實因為在成長過程 當然小時候 十多歲的時候 家人和學校的支援 是很重要的 我媽媽就給了一個最大的空間 我自己獨立去自立 去試不同的事情 甚至給我去美國交流 他還問我哥哥哥哥哥哥去國會不會死 她應該不會死 然後我媽媽又相信 這樣就可以了 總之原來就回來了 亦都在私有或者老師裡面,亦都給了很多支援,我有任何的需要,就這樣打開教員室門,就說阿Sir,會不會可以問到這些功課,我剛才看不及,大家都給了很多的,很好 feedback。 正在這個過程裡面,大家都給了這麼多機會,令到我可以成長得到,我發覺大過,甚至讀了大專的學歷,其實出來,再要靠的可能是我們自己一班的同輩,同輩,同樣有相同經驗的一班朋友,所以我漸漸就覺得,有這麼幸福的成長的過程,其實更加令到我覺得,由這個責任去做一些事情,去幫助自己, 好,Water,我想你分享一下,你管理這個社企,你覺得碰到最大的挑戰,或者你覺得,這件事做完很開心,很鼓舞的,有沒有這些例子跟我們分享? 首先介紹一下我的機構,其實我的機構叫CareER,其實我們的本身概念就是幾件事,就是Care in Education and Recruitment, 我們希望由學業裡面,以及如何接觸到社會,甚至有事業的發展,第二件事就是我們Career,就是我們怎樣去,由一個殘疾人士,扭轉一個角度,其實成為一個,為身邊人,去帶來一些幫助, 不單止只是接受學人幫助,第三件事就是我們那個字叫Career,我們都相信事業怎樣去成就一個人,是一個很重要的一環,所以在2013年的時候, 我就跟兩個朋友就成立了這個Career這個機構,其實使我們做三件事,就是一個高學歷殘疾人士的一個學生會,校友會,以及一個義務的工作配對平台, 我們就就著這個model,一個慈善機構的model,去免費提供一些服務,給我們身邊同樣背景的朋友,在這個過程裡面,2013年我還覺得,原來現在已經2017年了,其實都好幾年前的時候, 我覺得一開始,那個最困難的地方,就是我們怎樣去確立我們社會上缺乏的一些事情,我們怎樣去做,填補這個缺失,另外一方面,亦都想一下,我們是不是真的在心目中想的事情,想做的事情呢? 是不是社會上有這個需求,以及有這個需要呢? 我們不斷地去想這部影片,就透過日常做事,但是晚上就做義務的工作,然後慢慢做義務的角色,去了解一下我們本身上幫的群,那個feedback是怎樣的? 其實Water這個故事最令我感動的就是,愛人體就覺得,咦?他是需要一個被幫助的人,禍殘疾人士, 但是反過來,他是用他的強項,去幫助他的同路人,我記得上一集,這個節目,Royce問我,怎樣可以給其他聽眾,他怎樣去突破自己呢? 如果他覺得他是small potato,或者自己很多東西都不行的? Water的Case,正正說明一件事,就是用你的弱點,變成你的強項? 我們說自己有很多弱點,弱點就是可能我是視像的,我是殘疾的,我是看不到東西的 但是正正你能夠做的事情,就是你明白這個社群的人,你知道他們的需要 Water的機構工作就是做很多職業的配對,明白這群人,知道他們的強項在哪裡 他也曾經在大公司HR做過,有人脈的關係 公司不是開前堂的,他不是純粹一個扶貧,他也希望員工可以發揮得好 能夠做這個matching,這個角色,我覺得正正是最適合Water的 他有這個能力經驗,並且他也是那群人裏面的其中一個人 將你的弱點變成你的強項 他眼睛很雪亮 我想可能我們在Break回來之後,一定要多問Water幾個問題 Water,讓我先透露一下你的年紀 其實你是很年輕的,應該大學畢業之後做了幾年 是嗎? 是啊 我真的有一點點好奇心 是否你讀書的時候已經很清楚 我畢業之後自己要做一個社企 我就要有這個mission去做 因為整個想法不是我想像中的 其實從讀書到之後慢慢出來工作或者實習當中 其實我本身老實實,我都不是跟很多人說 本身我是很想入經濟系做一個研究員 但誰知道第一年已經發現自己不是那個材料 之後就很緊張怎樣去鋪排自己的工作 但由那段時間我去了德國的社企實習 亦都去過一些歐洲、美國的銀行實習 其實之後才去inspire到我,社會上有些需要 就算我有很多實習 但是原來我出來找工作的時候 都用超過半年時間才可以找到一個入資料的文員 最三個月合約 但是做得好之後變成六個月之後才可以長工 我發覺如果我自己有這麼幸運的機會 但是也這麼困難 我自己是師弟師妹,甚至自己是同輩 八九陰海怎樣呢? 所以在111年畢業 之後13年開始有這個做法 就是去創辦這個機構 所以在這個當中 其實我覺得很好的位置就是 我能夠出到一些公司裡面去工作 其實因為創辦這個機構 其實如果有一些經驗 出到來,大公司也好,小公司也好 甚至是我過往都在一些社企 都有做過一個職員去工作 其實在這麼立體的工作經驗裡面 其實令到我也可以知道不同的stakeholders 他們各自的一些看法 就是大公司會怎樣看殘疾人士呢? 小公司又會有什麼難處去請殘疾人士呢? 甚至在一些NGO或者社企 去請殘疾人士的時候 又會有什麼遇到的地方呢? 所以這一部分其實也很幫助到我 另外,我也知道社會上很多年輕人 看到社會有需要 他們就很有passion 寫 proposal,apply funding 但是我覺得我有一個小小的經驗分享 就是可能在一、三年的時候就開始 雖然我還在全職工作 但是在夜晚或者在公園時間做career這個工作 因為那段時間好像一個義工一樣 沒有什麼包袱的 能夠令到我真的 可能那時候我記得好像是三十幾個會員 四十幾個會員 慢慢凝聚 然後也都用一個義工的身份 或者是朋友的角色 去跟他們聊 究竟他們每個人的需要是什麼呢? 當時也有跟一些僱主 跟我以往做過事的僱主 去談談 如果我start up這件事的話 其實他們的看法是怎麼樣呢? 所以在這個過程 其實都用了一年半的時間 慢慢去start up 所以我一、三年開始 一、四年才有第四個工作配對 才有兩間公司跟我們合作 一、五年我們就有十一間 或者我們之後也有多了很多工作配對 所以這個過程 其實慢慢慢慢 在一、五年年底 發覺工作量不行了 真的要離開自己本身的 全職的人力資源工作了 我覺得這個 是讓我們知道 我們所想的passion 或者所想像的一個社會需要 是不是真實的? 小龍 我記得上一集你也說過 有時我們要去摸索一下 才知道自己的強項 這樣可以貢獻 其實如果你聽到Walter正說的分享 和你走的路是否有些相近呢? 是的 我們選擇一個工作的職業 或者一份生意也好 我覺得第一 一個必要的條件 就是你有那個passion 你對你服務的對象 你做生意也有一個服務對象 你有一份熱情 以及有一個mission 你想為這個行業 為這班人帶來些什麼 這是那把火 但你燒了之後就不夠了 你變成一個不落地的夢想家 Walter的經驗 我覺得是 也要恢復我自己 就是要做一個務實的夢想家 怎樣叫做務實呢? 腳踏實地認識一下 我想做這個行業 其實是怎樣的呢? 一開始就先接觸那些行業的人 你要透過做義工 通常都是的 我都會提醒那些想轉行 轉工的人 不要這麼快脫掉自己的工作 你日後上班 可能你晚上做義工 去認識那些行業 是不是真的你想接觸那些人 你感受到的 你喜不喜歡 你發覺你的熱情是越來越強 還是越來越減弱 從中做很多Networking 剛才聽到Walter 找回他的舊老闆 舊同事 再跟別人分享你這個熱情 有沒有人跟你聯絡 你發覺那些志同道合的人 就慢慢走在一起 做事不是一個人做的 就像Walter 他都聯繫了很多他的舊僱主 或者以前的網絡去幫助他 到了差不多 你覺得飛機要起飛 你就要做一個決定 你不可以再停留在跑道上 所以Walter 到最後他的創業的經歷 我覺得跟自己也有點相似 其實今天的節目真的很好 讓所有聽眾聽到 為自己做準備要做一個冒實的夢想家 很特別一個詞 冒實的夢想家 夢想 不是說空想 Walter 我覺得他身體可能有障礙 但是他能夠向著自己的夢想 進發也做到 都很難得 但是我又想問一下 Walter 其實在這個市場上 可能真的做事的時間 不是說真的太多 因為你2015年底 已經去了你的carrier那裡做事 但是其實在你工作過程裡面 我想問一下 你有沒有感受到 譬如說 經歷各不同的企業 不同的NGO 對社會責任的態度 譬如說 你可能開頭 譬如說你實習的時候 去到你真的做了一陣子 那個改變 有沒有看到 在香港來說 我覺得在不同的企業 或者不同的角色裡面 其實CSR 即是社會企業責任 其實大家通常做好事 一開始想 CSR做了一件好事 但是我發覺 尤其是僱主 或者真的落到商業機構裡面工作 其實CSR可以說是一個熱情 但是 究竟真的 如果聘請殘疾人士上高 能不能夠用這個熱情 一直去 這件事 我覺得其實就未必 sustainable 所以其實我看到 就算在不同的崗位裡面 大公司也好 小公司也好 甚至是一些NGO本身 即大家NGO 其實本身他們一開始請的時候 不如請一些殘疾人士 nice thing to have 在那個organization裡面 但是 下去 真是你說 做了三月半年 一年 其實大家都去看 究竟那件事 怎樣去幫到公司 即是怎樣能夠 在團隊裡面發揮 而我自己本身的體會 就是 我怎樣在公司裡面 可以發揮到自己 以及可以發展到自己的事業 所以 我們KER 經常都說一句 就是我們跟僱主合作 不是單單靠著CSR 所以 有熱誠是非常之重要的 但只有一股熱誠 是不足夠的 要有方法 待會我們回來的時候 我們可以講一講 CSI 如何演變到 CSI 甚至CSO 管理 關時代 王傑觀 袁文俊 陳傑平 主題 王傑觀 我和你聊天 我覺得你是一個 很有理想的 如青人的同事 又很踏實 你想到的東西 你是落到地 兼且有一個方法 希望它能夠有持續性 發展下去 正正的帶出了 其實CSR 也值得我們去思考一下 究竟實際的精神在哪裡 因為很多人覺得 我公司賺到錢 我捐些少錢去 已經做了CSR 其實不是的 當然我們都鼓勵捐獻 但其實CSR正正是說 怎樣能夠很主動 不是做一個passive的donation 而是很主動去參與一個社會活動 所以正正現在的人發覺 不是我的責任 不是因為我找到錢 有責任拿出來 而是變成CSI 就是Corporate Social Initiative 我的企業主動動插到 我在行業裏面發揮得不錯 原來我做這些事可以發揮在社會裏面 再高一個層次 甚至有些企業看到 這個根本就是一個機會 這個機會就是 讓這個企業和員工在社會裏面發揮更大的作用 正如有一間速遞公司的CSO 就是說我平時是送檢 但我不要只是一枚送檢 如果譬如說 在哪個地方有一些災難 我起動我的機隊 我的員工 去將一些物資送去那個地方 哇 這個真的彰顯到 他們公司做得最到位的 放在社會裏面 那在這方面 我知道Walter 你也有些體會 就是怎樣在推動一些工作 能夠帶動一些雙贏 就不是說 我這個益利的幫利這麼簡單 沒錯 所以我跟一些僱主的對話 一開始一定有三樣東西 一就是去了解他們的business needs 究竟商業上的需要是什麼 或者工作上的需要是什麼 第二樣東西就是 他們究竟實際上的 無障礙情況是怎樣 即他們辦公室的環境 和大廈的環境 三樣東西就是他們的company culture 究竟他們是一些 概括來說 MNC和一些地方公司的需要和文化都不同 所以 在那個business needs裡面 我們是擺到第一的 因為我們相信 我們不是叫一些僱主 去創造一些新的機會 創造一些特別的職位 反過來 他們本身都是聘請一些什麼的同事 我們都會看看 有沒有人能夠配合下去 正好有一個例子 我馬上想到的就是 有一間公司 其實他們是一個很大的CS Team 但是他們的服務 其實是要面向大眾的 本身都是大眾 但是怎樣令到他們真真正正的大眾化呢 其實就是我們就介紹了一個聽障的同事 進去裡面做事 他們透過了解了一個聽障同事的能力 之後他們漸漸發覺 原來一群聽障人士 原來有 另外可能有首語的需要 有文字解答 詢問的需要 其實令到他們更加知道 其實原來 社會上高原倫 也有很大絕的朋友 他們未必是真的喜歡用一些聲音 去解答他們的問題 另一方面 也都發覺其實行業裡面 有一些IT的職位 可能是一些很沉悶或者很重複性 但是也都很重要的 但是呢 透過我們也都認識了一群自閉症的 即高功能自閉症的朋友 其實他們的知識和智慧都很高 但是他們可能在人與人之間的 人際關係差一點 但是他們一進去一些重複 和精準的工作裡面 是做得非常出色的 所以其實在這個過程裡面 我發覺我們是帶一群新的人 給社會裡面 而那群人才 本身是大家 可能未必完全去了解的 那Water 有沒有在你的經驗過 最初有些 你去approach他的僱主 他都可能有種感覺 覺得算了 應酬一下你 但是也未必是對的了 但是透過你跟他解釋 甚至分享一些不同的例子 他還試過 然後他就說 很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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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當時我真的不踢 這件事 我就真是傻子了 有的 其實很多時候 可能是有些身邊的朋友 或者一些HR的朋友 過往的同事 介紹 我認識一個朋友 Water 他做一些好事 然後就不如你去見一下他 可能他本身不太認識 我們在做些什麼 我透過當然 我們會拿著PowerPoint 去到辦公室 跟他說我們在做些什麼 但是我不斷地深信 其實我講也不是最重要 我講也不是最powerful 雖然都可以表達到一個視像線 可以自己一個去到他們辦公室 做presentation 但是更加重要 是我們鼓勵僱主 你不如見一見我們的同學 會不會做實習呢 會不會做兼職呢 所以我們一個例子 就是一間公司 他本身都不太認識 但請了我們的同學進去 原來發覺我們的同學 雖然能夠去到 或是肌肉萎縮 但原來都能夠去到殘奧裡面 參加比賽 還有他本身原來都很有興趣 在digital marketing上高 然後除了實習之後 再請了他去一個 雖然他還沒畢業 請了他做part time 就直接在公司裡面 做digital marketing 所以在這個過程 我們看到也不少固子 本身是剛才試一試 請了他做實習 之後就轉換他做part time 或者是全職的 其實在公司裡面 我覺得很需要這些領導人 即是他願意去踏出一步 離開他的 comfort zone 試一些他沒試過的東西 還有試完之後 他發覺公司的文化 開始慢慢改變 我記得上一次在節目裡面 跟Rufia你們聊天 就說 那個cultural change很重要 即是公司的文化 如何帶動其他同事 都要接納 例如有殘障人士 在公司裡面一起工作 我相信Water你這個經驗 就是如何帶動公司的文化轉變 你也有話可以說 對嗎 是的 所以首先我們通常一開始 就是我們就會限制 不會說我們找十個同學去見他們 或者是我們按著公司的文化 例如最基本上 就是他們的英文需要 可能比較多外籍人士 我們當然會選擇一些 語言能力比較強的 溝通能力比較好的 去見他們 其實這個也是很重要的 就是我們在第一個 first impression上 要令公司覺得 原來一班殘障人士 真的能夠配合到公司的需要 慢慢進入裡面工作的時候 文化轉變 就由他們的團隊 跟我們的套餐 一起合作的 那個團隊開始 而有些公司問我 我們可不可以去做些什麼訓練 或者怎樣 接著我就跟他們說 其實最直接的訓練 就是你見到那個同學 你覺得他適合你的公司 而邀請同學去做一個分享 給你們的公司裡面 因為他們分享完之後 會生生的例子 而他們真的分享完之後 會在公司裡面去做工作 所以我們就透過 未必透過一些講課的訓練 反正我們希望透過同學 他們的能力去做一個文化 好的 我們先跟Walter聊到這次 我們休息一會 管理關於時代 王傑歡 田文俊 陳傑平主持 CSI 就是Corporate Social Initiator 就是我的企業主動 我洞察到 我在行業裡面發揮得不錯 原來我做這些事情 可以發揮在社會裡面 再高一個層次 甚至有些企業見到 這個根本就是一個機會 這個機會就是 讓這個企業和員工 在社會裡面發揮更大的作用 Walter 剛才你也分享了很多 很有啟發性的一些例子 我又想問你一些 可能個人一點點的事情 譬如說在過去幾年 你去開始自己的社企 我相信總會有一些挫敗的時刻 或者會不會受到別人的白眼 覺得我都很懶惰你 如果真的有這樣的時刻 我又想知道 你怎樣去幫自己 避免 其實我在這幾年裡 始終於開始 這個前線機構 我漸漸發覺 留意到有兩個階段 就是KER 其實一開始 就像機器一樣 從一開始沒有機器、沒有齒輪地放進去,令它真的能啟動到機器,其實那個 passion 很重要 因為你真的完全沒有 reference,前面是由你拿著一把臉刀開山劈石走出來 那個是有 drive,有 passion,還有很能夠冒險去試一些新的東西 其實那段時間我們就著重我們最重要的兩個 stakeholders 就是我們本身的一班 candidates 我們一班高項力殘疾人士的人才和一班僱主 而他們發覺我們真的透過這兩方面互相去互動 就是我們一班殘疾人士見到公司僱主他們發覺是可以的 然後又請進去,那個 energy 就是這樣慢慢開始 而同一些 external parties 可能我平時出去說話和分享我KR所做的事 其實那個 passion 他們感受到 但是我現在面對最大的困難就是原來在一個機構的start up 和怎樣去 run 去一個 smooth 一點的狀態 就是踩了有了,車就起動了 然後怎樣能夠可以車很平暴地慢慢慢慢去加速呢 而不是說加速得太快或者突然死了火會不會 所以在這個過程我發覺我是一個很大的弱點 就是我有一個 passion driven的人 就是很 passion driven的人 但是在這個過程裏面如果去 run 一個 organization run 一個 team 甚至令到我們的董事會去了解我們平時的工作 那個 passion 未必會還有效 所以其實我發覺頭兩年可能2013、1415 都是可能用很大的 passion 去慢慢 drive 些東西出來 就是持之而行 堅毅地去做 大家欣賞和大家都能夠理解到工作的需要 但是去到16、17年 發覺我們可能請多了兩個人 也都董事會對於sustainability的看法 越來越看重了 即不是get going 所以在這個過程裏面 我發覺我對著internal的一些朋友 同事 同事 以及自己的同事、下屬 或者是董事會的上司 其實單單用那個 passion 大家完全是溝通不到的 因為我走得很快 就像大家拉著我那樣 有沒有人說你走得很快 我跟不上 直接是這樣說 他不只是快就像在開飛機 所以其實我現在都在學習 怎樣走慢一點 而反過來 是怎樣 engage 我們的同事 以及董事會 Internal engagement很重要 是的 還有之後 這樣用什麼方法去engage他們 我可能以前是跳的 即是我們自己的思想上高 或者跳躍式 但現在我自己一個one man band 就可以去跳 我們走得快 但是現在這個團隊 就是大家一起要慢慢 從最漸進去慢慢做 但是從最漸進的時候 就要把我自己的腦袋裡的plan 就不是我自己知道 是要告訴我身邊的人知道才行 我最近才撞過板 就是我想跟一個機構 或者一個project去合作 但是我一 就是這個project很重要 二 做吧不如 但當中其實 原來我自己有很多的assumption 或者很多的dry 就是我自己的passion 就飛了目口衝 令到大家 那些同事又不知道你做什麼 不知道做什麼 他們覺得自己很忙 但是不知道忙什麼 因為不知道Water 或者不知道這個機構 不知道Water在想什麼 還有不知道KER這個機構 透過這個project 可以達到什麼 總結了這些經驗 Water 你和你的團隊 你的董事會的同事 對未來的發展下一個階段 你覺得會朝著什麼方向去做 下一個五年會是怎樣的 我覺得下一個五年就是 要做好我們不同的 stakeholders的engagement 其實我自己在董事會的教導下 理解多了很多 究竟sustainability是什麼意思 大家很多時候想 sustainability這件事 可能是金錢上高 因為你沒有錢 就不用動 但原來sustainability 在一個NGO的角度 其實包括很多 例如東拿 政府 合作身邊的NGO 以及我們自己的一群 本身的target audience的使用者 即是一群高學歷殘疾人士 以及僱主 等等不同的東西 因為我們這個NGO 其實靠了很多義工 東拿去免費做了很多事情 令到我們get going 所以這一部分 如何可以越來越好地 engage他們 而我們希望 在五年之後 大家 一群殘疾人士 會信任 一想起找工作 發揮到自己的工作 就想起career 而僱主想到一些人 是怎樣可以 找一些同事 進來 我們公司裏面 發揮 做到事 但他們可能有身體不同的地方 就想起career 我希望這一部分可以 真是achieve得到 但是Water 你也說 帶團隊是你一個挑戰 未來五年 你也有提到 整個團隊的發展 你覺得 加上現在新一代 可能做事 或者看事的模式 也不斷地在改變 你覺得有什麼 是你要繼續學習 以及做多一點 就會有幫助 所以 我可能也不太多人知道 在這裡說一個秘密 給大家聽 其實我從年初 發覺自己的大團隊 那件事 有很多缺點 甚至我只有一個vision 只有一個drive 但反過來 我又不communicate的時候 其實有很多缺失的地方 所以我就開始 自己 我走了去做coaching 邀請一個coach 去跟自己 問回自己 很多沒有問過自己的問題 究竟其實我自己的初衷是什麼 問回自己很多的 我做事的方式 原來很多的assumption 在當中 而也發覺 我自己的一班會員朋友 其實他們也有很多年輕人 會遇到同樣的問題 就是他們不太知道自己的drive 在哪裡 或者不太知道自己的目標 和行為 時候要吻合 所以我們也在建立一個 義工的coaching 教練的團隊 其實幫助我們的同學 他們有些可能是 臨近僱主告訴我 你過不了probation 但我看到他們的能力 在那裡 但不知進去之後 可能 為什麼沒有這個動力 我們也會跟同學聊 究竟他們本身工作 對於他們的意義是什麼 意義是證明給別人看 證明給自己看 還是什麼 每個人都有自己的passion 我想每個聽眾都很想 有幾條問題給我們 做一個coaching 要問自己 如果我要轉工 或者要找工作的時候 有哪幾條重要的問題 要自己問一下自己 我跟這些同學聊的時候 首先 我會問他們 究竟你怎樣介紹自己 你覺得自己是怎樣的人 第二件事就是 我問同學 我會問他們 他們的disability 要怎樣形容自己的 最弱的地方 因為很多同學 他們一說的時候 馬上會說得到 其實原來他們 都不太接紮自己 他們就要去考慮一下 究竟為什麼會發生 為什麼會這樣 第三條問題 我們會問他們 你的弱項和弱項是什麼 因為你的disability 你的弱項和弱項是什麼 還有最後就是 你們想做的事 其實根本這個市場上 都沒有存在 這個 我通常問一些年輕人 或者剛剛grad 或者一些還未grad的人 問這四條問題 讓他們知道自己的disability 自己弱項是怎樣影響自己 很感謝Walter和邵容 來到我們的節目 今天 作為一個總結 我覺得你們的分享 帶動了很多正面的思考 正如Trucker說 一個健康的商業 cannot exist in a sick society 就是說 其實我們每一個人做的事 不單止是為企業 其實整個社會 都有一個息息相關的 我們希望帶動的不止 還是我們企業的健康成長 整個社會有一個健康成長 好 多謝張笑容和Walter 有什麼都 謝謝Royce和Ruvia 下星期繼續 九點至十點 管理跨時代再見 拜拜